东汉末年 汉作亲父 内有宦官扰乱宫廷 外有群雄割据称霸 朝廷无力镇压内外两股邪恶势力 大将军何靖居然招翻入京 将董卓这恶贼招进来京城 此举实在是放虎驱狼 结果就是狼是赶跑了 虎幻却更难以除去了 董卓邪天子以灵诸侯 甚至想窜夺朝纲 终治天下大乱 群雄割据争霸 还是名存失亡 董卓死后 天子辗转多处 终于还是落入了曹操手中 曹操同样邪天子以灵诸侯 将天子坐在手中号令天下 最终成就一代霸业 这里我们就有个问题 同样是邪天子以灵诸侯 为何曹操成功了 董卓却失败了呢 这里小编总结有以下七点 一对待天子问题 董卓入境之后 直接废了汉少帝流遍 立了个更小的孩子 留邪为汉县帝 把皇帝给软禁了 自己天天夜宿皇宫 朴素宫女嫔妃 董卓俨然已经坐上了 实际的天子 曹操劫持天子丁都许昌之后 同样将天子给软禁了起来 但是却给天子建造了一座皇宫 同时曹操依旧对天子行跪拜之礼 表面上依旧遵奉天子 对比董卓和曹操对待天子的问题 曹操实际囚禁天子 但是表面上还是遵奉天子 而董卓连表明工作都不想做了 直接就做起了实际的天子 这样的结果就是在 世人眼中曹操依旧是汉臣 而董卓已经起到了皇帝头上了 所以曹操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戴 而董卓却成了天下公认的汉贼 二、对待诸侯问题 董卓入京之后 自认太尉和相国 后面又自封为太师 对自己的部下大家封赏 而对京城之外割据的群雄 却没有丝毫封赏 直到十八路诸侯打进虎牢关了 才想起来笼络孙奸 要加封孙奸可是还有用吗 曹操劫持天子的许昌之后 邪天子以灵诸侯下的第一道圣旨 是对全国世大的割据势力大家封赏 而自己却不给自己加封任何虚值 通过对比 我们发现董卓就是个蠢货 他只封自己不封别人 首先就让天下人眼红 同时也给了别人讨伐他的理由 汉贼十八路诸侯就是因此而讨伐他的 而曹操呢 给诸侯大家封赏 诸侯接旨吧 等于承认曹操邪天子以灵诸侯是合法的 不接旨吧 自己就成了抗旨的汉贼了 权衡利弊之后还是不得不接旨 可也就还没有了讨伐曹操的理由了 三对待百官问题 董卓霸占汉庭之后 对不顺从自己的官员 连罪名都懒得捏造 直接就大开杀戒 牙字必报 朝廷之中反对 董卓的几乎全被斩首 存活下来的几个都是表面凤云董卓的 曹操劫持天子之后 采取的是分化的措施 慢慢分化忠于汉室的大臣 让他们认清事实 转而投靠自己 对于实在争取不过来的顽固派 曹操杀他们也是在找到他们 要谋害自己的证据的时候才杀他们 对比二人对待朝廷百官问题 我们发现董卓残暴而愚蠢 直接招致群臣激愤反抗 就算表面屈服了 内心也在谋划诛杀董卓 而曹操呢 直接让群臣心服口服地归顺自己 只杀害有谋害自己证据的顽固派 这就让群臣从汉城转为曹城的过程 平稳顺利多了 四对待百姓问题 董卓对待百姓 直接不把百姓当人看 入京之后纵容部下抢掠奸淫 外出打猎回来居然猎杀百姓完了 曹操对待百姓是爱名如子 在他统治区内的百姓 得以在三国战乱之年 得到一些安宁 可以好好生活 打战时候经过田野下令 踩他百姓盗田者杀 他自己的马受精误入 还割须代手谢罪 对比二人对待百姓的问题 就知道二人谁更得迷信了 得迷信者的天下 属胜属父一目了然 五对待人伦问题 董卓霸占一子吕不心爱的女人貂蝉 曹操在被儿子曹丕 杰族仙登霸占真密之后 虽然很恼火 但还是理智的没和儿子抢女人 至少还讲人伦 这样一对比 发现董卓实在是个禽兽 最终被吕不杀实在是自找的 而曹操却能其家 家中其乐如荣了 也就不至于招致董卓那样的家园失火了 也不至于沦为 让天下不齿的丧失人文之辈 六对待发展问题 董卓占据之后 大量囤积粮食 不是生产 做之山空 百姓无粮事耕种 这货连古种都不愿给百姓发放 简直就是蜀木寸光 曹操呢 劝克农桑 更是派遣一进 夏侯敦等干才带领民众肯荒耕种 赤壁之战后 西战养民 发展国力 这样一对比 董卓简直是蜀木寸光 于不可及 而曹操则是雄才大略 有眼见着实 七 任用贤才问题 董卓注重虚名 大肆起用前贤后人 想凭这这点伎俩收买人心 曹操人贤又能 对于有名无识的所谓名是尊而不用 这样一对比 发现董卓舍本逐木 自己残暴是民心 居然想靠任用几个 有人望的人来收拾民心 实在可笑 而曹操任用贤才 是大致天下 国富名强 对比以上七点 我们就能发现董卓和曹操对比 简直就是一个蠢货 与一个雄才的对比 董卓愚蠢浅薄 霍乱天下 终至天怒人愿 群雄激愤 天下人仁至时 皆欲拾其肉寝齐皮 内有五福 曹操阳歌一击 万有十八路诸侯 拒一讨贼 虽有天子挟持 有焉能不败 最后终于作茧自负 被一子与不斩杀 曹操担抚天下 收买人心 爱名如子 人贤又能 终于一步步将人心 从汉室转到了自己这边 一步步让曹氏取代汉室 最终平稳地实现 王朝的更替 曹操如此 邪天子以灵诸侯 实在是最妙的 成为中国历史上 邪天子以灵诸侯 最成功的典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